台媒,川普小叔为赢中南海,优据加深,美国中期选举结果尘埃落定民主党,重夺众议院控制全共和党,保住参议院优势。 有台媒说,这其实是正常的川普,这次选举算小叔为赢,但中共政情却依然扑朔迷离。 习近平面临抉择中南海,优据加深广告,美国中期选举的最终结果是川普特朗普总统所在的共和党,失去对中议院的控制权,赢得参议院222席增加了29席,共和党则减少了36席,达到199席台湾信传媒。 9日发表评认为,这其实是很正常的因为,只要哪一党,当上总统另一党,通常在国会期中选举都会过半,甚至大胜这几乎是钟摆效应下的惯例。 民主党的奥巴马在两次期中选举,中度让共和党大胜评论说,让人意外的是共和党在参议院竟然继续过半这次选举川普算小叔未赢。 川普通过期中选举考验,他连任总统的机会,更大了一些而中共现在要紧张了。 本来期待共和党大败以此改变川普,对中共的强硬立场结果是已愿为。 香港苹果日报评论说,无论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输货赢,都不会改变中美走向冲突的趋势民主党,在对华政策上与川普是一致的。 如果北京既望于众议院拖垮川普,对中共的打压到头来哭,都没地方哭台媒评论说,当美国正行大事抵定中共政,情却依然扑朔迷离。 中共现在正面临路线矛盾,与美国的贸易战究竟是战还是和。 中共一直在等美国期中选举的结果出来之后,在座决定现在仍在斟酌中。 时政评论员周晓辉分析说,曾以为川普做不满一届总统就可能被弹劾的北京当局。 现在通过美国中期选举,已意识到川普2020年连任总统不再是不可能的事情。 首先共和党在参议院,赢得多数党地位,确保了川普在人事任命上,不必受到民主党的撤肘。 而民主党掌控众议院后虽然可能在政府财政预算,与俄罗斯缓和等问题上发难,但此举不利于两年后的大选。 因为川普大可将诸多责任推到民主党的不配合上,因此左右为难的民主党或许会在一些问题上与共和党。 川普合作其次,中期选举中两个重要摇摆州佛罗里达州、俄亥俄州州长都在川普的大力支持,下取得胜利而民主党。 2020年竞选总统的热门候选人则纷纷落马,这对川普而言绝对是个好消息再者。 有望明年接任众议院议长的民主党领袖佩洛西,自1986年首次当选众议员后,一直对中共持强硬立场,因此北京将其视为敌对人物。 未来与其打交道会相当头疼,总之美国两党对北京均持有强硬立场,并为因选举而发生改变。 坚定反共的佩洛西将出任众议院议长并继续在人权,问题上强势发生川普,将极有可能连任总统以上三点,只能加深中南海的优据。 再加上贸易战和人权问题,北京何去何从值得关注。